这蒋干呢 不是心里凉了半截 而是整个全都凉了 他知道这周瑜 王八吃秤驼那是铁了心咯 想劝他投降啊 连门都没有 哎呀 这可怎么整呢 我在丞相面前吹的是 呜丢呜丢的 这回呀 就得摔得呱唧呱唧的 这根大腊蒜做上料 周瑜呢 根本不管这蒋干想什么 拉着他的手 回到中军宝杖 呃子一兄请坐 哎哈哈 谢坐 谢坐 蒋干心说 我坐到这 我这屁股都不舒服 好像扎了刺一样 俩人重新坐好之后 周瑜又吩咐夜生来人 呐 走乐住酒 当时 乐曲可就响起来了 大帐里头这份热闹哟 整个气氛马上可就活跃了 周瑜高兴啊 一斗酒接着一斗酒 这蒋干可忍不住了 贤爹 你别喝了 再喝你就醉了 周瑜晃晃当当 站起了身形 把九斗往前这么一推 呃 看见此后 哎呀 蒋干更糊涂了 心说喝酒奏乐 就够可以的了 要保健干什么呀 啊 难道说 要咔嚓我这脑袋 嘿嘿 你咔嚓土豆子 回头啊 还能做点炸薯条啥的 蘸点番茄酱吃着 挺美的 你咔嚓我这脑袋干嘛呀 周瑜呢 双手抱拳 诸位 今天我接待固有时格外的高兴 我要五一回宝剑 给子义兄 祝酒啊 众文武文庭啊 齐声鼓掌 说真的 虽然大家伙都知道周都督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有人呢 见过他胯下马掌中枪纵横沙场 但是谁也没看见过 这周瑜武剑是怎么回事 因此上齐声喝彩 这时候捧剑官可就过来了 手里头托着一个檀木的托盘 盘子里头呢 铺着一块锦绒 锦绒上头有一口宝剑 蒋干一看 这口剑是与众不同啊 剑长七尺 绿沙鱼皮叫 金通口玉石剑 长长的黑色灯笼碎 古代都拿这宝剑呢 作为仙器 您看神仙出来 都夸着宝剑 没有说哪个神仙 跨着腰刀 拿着擀面杖 拎着烧火棍的 那不是神仙 成神经了 所以说剑为武器之尊 这周瑜伸手把宝剑 就抽出了辖外 蒋干呢 也站起来了 贤弟 那就有劳你了 玉兄今天要一宝眼福啊 好 周瑜右手持剑 左手指着战中文武 诸位你们都是江东之英节 今天此会可称得起是 穷英会 天色一晚 快快掌上灯光 我武剑一回 以住几无幸呢 时间不大 整个中军大仗 灯火辉煌是喜气洋洋 周瑜 右手持剑 左手撩跑 可就武器剑来了 周瑜这剑呢 舞得太好了 一边舞一边还唱呢 丈夫除世系 立功名 立功名系 魏平生 魏平生系 吾将醉 吾将醉系 发狂吟 在场众人一听一看 全都挑大指 鼓掌 好 太好了 再鼓掌 一方面是周瑜舞的好 另一方面呢 也有拍马屁的嫌疑 等周瑜舞完这趟之后 收招定势 大家伙一看呢 真有能耐 气不庸触 面不耕色 而且袍带置尾 呼求是一丝不乱 大家伙掌声 又响起来了 周都督 微微这么一笑 列位呀 你们过奖了 然后把宝剑 又交给了捧剑官 双手把大酒斗 就端起来了 子一兄 来来来 再甘辞一杯 又关下去了 我先弟呀 不能再喝了 酒喝多了伤身呢 这群英会 如此畅快 我怎能不忍呢 来 再给我倒上 针酒的胡奔军 又给针了一斗 周瑜一捧 又下去了 把蒋干给吓得 直吐舌头 可是他哪知道啊 人家这个针酒的胡奔军 使的是一把转心胡 给他蒋干蒋子义 针的酒啊 那是真的 度数还相当高呢 可是给周瑜针的酒 可是东汉年代的 咖啡 外加卖乳精 那味道好极了 富含维生素 ABCDEFG 一般人根本喝不着 这周瑜呀 他是越喝越高兴 紫一兄 酒 足否 要是没喝够啊 再给你来个三十斗 五十斗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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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于兄早已不胜酒力了 那好吧 三十斗 说完了周瑜呀 又把蒋干的手 给攥住了 紫一兄 你我好久没有相聚 今天咱们弟兄 就抵足而眠 快随小弟 到寝障内安歇呀 中文武 一一的告辞而去 周瑜拉着蒋干 拉了两下 没拉动 离了歪斜的 他也没劲了 蒋干一看 这周瑜确实是喝醉了 冲两旁的军校一挥手 军校在前面引路 蒋干呢 搀扶着周瑜 来到寝障 周都督 连靴子都没脱 往床上一躺啊 哭通一声 当时就睡着了 蒋干长出一口气 又一琢磨 可糟了 他喝了这么多的酒 明天这个时候 也醒不过来呀 哎呀 我也是喝多了 眼前是金星换阴星 可总算 我头脑还清醒啊 哎呀 这周瑜到明天都醒不了 我怎么劝说他归降啊 恐怕是寡妇哭儿子 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可蒋干转念又一想 这酒入到肝胆脾胃肾 无精当中 平常挺随和的人 就会发脾气 平常脾气挺大的人呢 也许就会温和起来 现在周瑜喝醉了 也许等他稍微的明白一点的时候 我再劝他呢 他就能够听得进去了 就等着呀 等着周瑜睡了那么一会儿 蒋干一伸手 推着周瑜的肩膀 哎 公紧 公紧 他叫了几声 周瑜啊 一动狠 一翻身呢 这不翻身还好点 这一翻可坏了菜了 蒋干一伏他 哎呀 公紧 你这是怎么样了 哎呀 哇 好家伙 一张嘴呀 全都吐出来了 差点吐了蒋干一伸呢 哎 幸亏我躲得快 各位 您瞧酒这东西 在瓶子里头装着 又清又亮 哎 打开瓶子盖 这么一闻的特别香 怪有意思的 可是在肚子里头一转 又再给倒出来 这味儿啊 谁也受不了 蒋干就差点吐了我 他一琢磨 嗯 也许呀 这是好事 是不是周瑜把酒吐了之后 一会儿可就明白了 那时我就可以劝他了 哎 对对对 我赶紧呢 给他收拾收拾 这蒋干呢 把床单给扯下了一层 又是擦又是抹 把卫生打扫的差不多了 可万没有想到一回身 这周瑜 哇 又吐了 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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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打扫一遍 我成专业的保洁工呢 我呀 把这蒋干急得呀 在周瑜的床头是直转悠 这时候就听外边 熏耕走愁的声音 邦邦邦 荒荒荒 已经是鼓打三更 蒋干转过脸了 一看周瑜这寝帐 突然之间就发现帐内 珠岸上头有一盏残灯 灯花啊 已然很长了 蒋干走过去 把这灯花打一打 可没想到 走到珠岸前头 突然就发现 有一堆公文 而且还有往来的书信 蒋干新书啊 这可不错哎 我要是能够发现一些 重要的军情 回去向丞相也好交代呀 他眼睛这么一扫 就发现公文里头啊 压着一封信 这信封上头写着一行字 蔡茂张云锦丰 呼呼呀 蒋干暗吃了一惊啊 这蔡茂和张云 是我们的水军大都督啊 为什么给周瑜写信呢 这里头写的是什么呢 我呀抽出来瞧瞧吧 蒋干也顾不上 继续打灯花了 帐内四黑四亮 蒋干左手就轻轻的 摸这封信 猛然间机灵灵打一冷战 喂呀 周瑜这会儿要是醒了 可就坏菜了 蒋干一回头 就瞧周瑜一翻身 嘴里头还说呢 紫义兄 我的娘哎 蒋干赶紧把信放下了 跑到床边上 往床上这么一坐 公紧呢 紫义在此在此啊 坐了一会儿再一听 周瑜这憨声啊 又起来了 蒋干等了半天 听见周瑜 憨声震耳 知道周瑜啊 确实是睡着了 蒋干慢慢的站起来 聂族浅宗走到诸案前头 把信拿起来这么一看 这封信呢 已经拆开过了 他轻轻的把信给抽出来 凑到灯光前 眼神这么一拢 哎哟呦 咳把他吓坏了 就见这信上头写的是清清楚楚 说是 某等降曹 非徒世路 破于世尔 今已转 北军困于寨中 但得其变 即将曹贼之手 陷于麾下 早晚人到 便有观报 姓务见义 仙慈敬父 这蒋干出了一身冷汗 心说丞相 哎 幸亏是我来了 要不然的话 你就让蔡茂张云给害死了 其实呢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 就说蔡茂张云 我们呢 归降曹操 并不是贪图荣华富贵 是迫于形势的压力 现在我们呢 已经把曹操的水军 困在水寨里头了 只要是方便 抓住机会 我们就把曹操给宰了 把他的向上人头 献给周都督 早晚有人来 便会有消息 您可千万别怀疑呀 就这么个意思 蒋干咬着后曹牙 哎呀 蔡茂张云呢 你们够歹毒的 要把丞相的手机 献给周瑜 我这趟可是没白来 虽然说 劝祥这周瑜呀 不沾边 可是我发现了这封密信呢 你们里通外国 丞相哎 只要我把信给拿回去 你说你得怎么感谢我呀 蒋干呢 刚要把信给揣起来 就听周瑜说话了 紫一兄 紫一兄 蒋干吓得 把信望身后这么一藏 来到了床前 贤弟 玉兄在此 不出三日 我就让你看看 曹贼的脑袋 公姐 公姐 紫一兄 杀了曹操 你我一起 喝那庆功酒 周瑜一翻身呢 又睡着了 蒋干心说 哎呀 这是周瑜 酒后土真言呢 蒋干把信 揣到自己怀里头 喂呀 我也不能老在这站着呀 凑合着吧 在他旁边躺一躺 蒋干呢 可就躺下了 心里头有事 他根本就睡不着 一琢磨 倘若周瑜一会儿起来 半夜要办公 人家可是大都督 他要是发现书信不见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这蒋干呢 越想越害怕 越害怕越睡不着 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酒气都出来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紧跟着有人说话 周都督 都督可曾恕以行否 蒋干一看 周瑜没有动静 紧跟着帐帘这么一条 尤打外边走近一人来 蒋干吓得直哆嗦呀 心说坏了 这人半夜三更的 跑这干嘛来了 我呀 我得装睡哟 这位呀脑袋一歪 假装啊 打上小呼噜了 再说尤打外头进来 这个人站在床前呢 侧耳倾听了一会儿 然后轻轻的又呼唤 嘟嘟 周都督 连叫了好几声 周瑜还是打呼噜 根本就没听见 蒋干心说啊 这周瑜已经烂醉如泥了 你就是累死 也不能把他叫醒啊 来的这人看起来是真着急了 他把周瑜给抱起来 使劲这么晃腾 哎呀 嘟嘟 嘟嘟 这回起了作用了 周瑜蹭一下 他起来了 用手揉了揉眼睛 往旁边这么一看 可就看见蒋干了 嗯 他就问叫醒他这个人 是什么人睡在我的床榻之上啊 哎呦嘟嘟 这不是您的同窗好友 蒋干蒋子一先生吗 哎呀呀 平时我可不喝酒啊 更没有喝醉过 可是昨天一高兴我喝断片了 不知我酒后说过什么要紧的话没有 蒋干心说 嘿嘿 你呀 你早就说了 你后悔也晚了 现在书信在我怀里头呢 我蒋干多聪明啊 我揭察给你演戏 往床上一躺啊 呼呼呼 这小呼噜打的这个云使劲 您就别提了 外边来的这个人 就跟周瑜说 呃 骑兵都督 江北 有人到此 嗯 你我出去 讲话 周瑜看了看蒋干 呃 子一兄 子一兄 蒋干心说 你叫去吧 你就是有打 现在叫到明天早晨 我也醒不了喽 接茬啊 打呼噜 周瑜呢 放了心了 就拉着刚才这个人悄悄走出了帐外 蒋干 一咕噜 他就爬起来了 赶紧下地啊 连鞋都没穿 光着袜子底跑到帐篷边上 他就偷听 就听外边说声了 周瑜 曹营的蔡茂张云打发人来了 说是三天之内 嘘 你小声一点 哎哎哎 蒋干再听啊 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把蒋干给急的呀 哎呀 我这耳朵上火了是怎么着 哎 怎么不管用啊 使劲听使劲听哎哎 又听见了 就听周瑜说 你呀 去告诉他 我这儿有客人不能见他 有话明天再说吧 哎 遵命 那个人呢 转身可就走了 蒋干动作是真麻利呀 蹭 又上了床了 躺下继续打呼噜 一会儿的功夫 周瑜有点帐外进来了 走到床前轻轻的呼唤 子异兄 子异兄 蒋干心说 嘿 我是天底下 少有的聪明人 在这儿装睡 我就得装到底 他呀 一声都不言语 周瑜一看这蒋干没反应 把靴子一拖 上床啊 倒头便睡 蒋干就琢磨呀 我呀 我别在这床上 我受罪了 我赶紧跑吧 周瑜也是个聪明人 虽然说他那个聪明劲 比我蒋干呢 薛薇的差那么一 叮叮叮叮叮叮叮点 可是也不善呢 等天亮了 他要是醒了 发现这封书信不见了 准得要我的命 现在天已经五更了 我再不走 那可就来不及了 想到这儿 这位悄悄的起来下地穿鞋 卖布 往外就走 他把帐帘这么一挑 一看外头啊 根本就没人 这蒋干放心了 回头又看看床上的周瑜 嘿嘿 恭敬贤弟 你我改日再会了 他轻轻的走出帐外 小书童正在外头等着呢 他拉着书童往原门走 一直到大寨的寨口 层层都有人把守 这些人看见蒋干出来 不但不拦他 还跟他挺客气呢 哎呦 蒋先生 您怎么不睡了 嘿嘿 我看见都督 我心里头高兴啊 这一高兴 我就睡不着了 失眠 失眠 哦 那您这么早 您上哪去呀 哎嘿 我到江边啊 我看看风景 呼吸呼吸 这个新鲜空气 我这人啊 注重健康 哎 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我锻炼身体去 蒋干拉着小书童 快步如飞 就走到江边 他的两名水手呢 正睡觉呢 他赶紧把水手给叫醒了 哎 上了船 立刻吩咐开船 这小船呢 就像飞似的 是直奔曹营 书说简短 这可就回来了 汽州登案 蒋干是特别特的高兴 他弹嗽一声 然后轻轻的 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大摇大摆 来在曹操大仗 七拍官进仗回禀 禀成像 蒋先生回来了 曹操一听 这蒋干不错呀 去的马里 回来的快呀 嗯 就说我有请 曹操是真给面 还搭一请字 蒋干听说了 心里头更痛快了 行嘞 到里头把书信这么一线 我是手工一件 好